一走到外面 一整片的白色夢幻雪景 地面上都是積雪 厚度有10公分 位在中央山脈 与雪山山脈 山谷间的丝源崖口路上 海拔1949公尺 上周末冷气团发威 终于下雪了 看起来就像童话故事里 一座小城堡 车子被铺上厚厚白雪 迎白世界美不胜收 但民众要追雪 可要做好万全准备 好 倒车 摊开雪链 仔细地将雪链套在轮胎的潮沟里 没两下功夫 还真的没那么容易 会将蓝色与黄色的塑胶绳 把它绑在轮胎的内侧 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我们会将 铁源的部分由内侧往外 然后将轮胎包覆起来 第三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将它的链子上的锁扣 给相互扣在一起 然后让轮胎锁链 雪链的部分让它稳固 然后在轮子转中的时候不会脱落 这种雪链 这种网状雪链 比较适合用在台湾 残雪的尖锐面要朝外 套过轮胎 扣上铁环固定之后 还要用胶带绷紧 在七堵山区 飘雪下来 所以因应这个 在雪地的部分 因为在车辆 自然难行 所以我们在交强训练 这个雪链 在雪中能慢慢的开 然后不会造成车辆滑雪 寒流来袭 全台山区降雪 距离大增 尽管基隆过去下雪 记录不多 2016年 西土江子辽山区 就难得出现降雪情形 最近全台低温 追雪民众大增 提醒民众雪地开车 不是开玩笑 记得上路前 做好准备 才能够开心出游 平安回家 记者 黄少铭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